中心经纬特户端12月31日电 张猛即将过去的2018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 是收获满满的一年 截至12月30日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 2018年全国电影总票房首次突破600亿元 票房超普国产电影战四席红海行动 36.5亿夺冠中心经纬特户端书里发现 票房前五名中国产电影战据四席 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中有六部位国产电影 2018年票房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红海行动 唐人街探22 我不是药神 西红柿首富和复仇者联盟无限战争 其中除复仇者联盟无限战争外 其余四部军委国产影片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有三部国产影片票房突破30亿大关 红海行动36.5亿 唐人街探2234.0亿 我不是药神31.0亿 包揽了年度超时的前三甲 更是2011年以来的头一回 2018年票房冠军红海行动 延续了2017年国产主权率电影《战狼二夺卦》的传统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邝文波经受中心经纬客户端采访时表示 国产主权率电影近两年来取得的成绩 是迎合了电影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 白领甲女士对中心经纬特护端说 票房前五名的电影 我看了其中四部 尤其对红海行动记忆柔心看得热血沸腾很然 中国军人和尔蒙爆棚 真心为国产电影叫好 电影院中心经纬 冯方社国产影片票房贡献超6成8 不过10亿2018年 共有501部电影上映 其中国产电影381部 包括中国与其他国家合拍 与两岸3D制作电影 引进外国电影交20部 据娱乐产业研究机构 提供给中心经纬客户端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12月30日 1700 全国电影总票房约为600.67亿元 国产电影约占361.7亿元 国产影片票房贡献超6成 国产电影扛起了票房的大梁 据一分数据统计 截至12月29日2018年 全国新增荧幕 8099块荧幕总数 已达到60957块 位居全球第一全国观影人次 16.2亿国产电影观影人次 9.4亿 国外电影观影人次 6.8亿 截至中心经纬客户端发稿时 票房国议员影片80部其中国产电影41部 过5亿影片32部国产电影19部 过10亿电影16部国产电影8部 观众现场买票中心经纬 逢方设一大波政策立好2019年电影派房 可期2018年9月20日发布的 《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指出 要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 12月11日国家电影云印发 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 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 提出2020年全国银幕数超过8万块 鼓励企业积极投资建设电影院 12月25日晚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转制为企业的规定 可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 对电影制片企业销售电影拷贝 还是数字拷贝 转让版权取得的收入 电影发行企业取得的电影 发行收入电影放映企业在农村的电影 放映收入免征增值税 在匡文波看来 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 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有促进作用 但是电影发展主要推动力来自市场需求 针对中西部地区影院运营匡文波 也给出了建议 根本知道是培养电影市场 招商证券研究员顾佳表示 国家电影局发文 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 加快影院建设 资助影院设施的升级 换代为行业发展 释放了积极信号 相关电影内容制作公司和龙头远线 有望受益金人证券研究认为 这一期的声音设计券研究所在 明镇需要您的支持 转发展 明镇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并且请不吝点赞 并且请不吝点赞